理先于自然和万物 是行而上者 每样事物都有理 这个理是该事物的本质 形式和规律 理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 基于此 它将儒学通俗化 从言谈举止 衣食住行出发 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 上至皇帝 下至百姓 如果都能依理行事 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 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张氏把公开辩论 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 辩论无关输赢 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 思想可以针锋相对 也可以和而不同 论道可以心平气和 也可以慷慨激昂 岳路山上的朱章会讲 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 那个开明的时代 逐渐都随着香江水而去